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误者类也 误者类也 他能够区分一切万物 那为什么这边又讲万法 那又讲万类 因为这就要告诉你 他一切类别清清楚楚 他不是像当初你讲的那个 西方国土的国中人天 形色不同 所以讲说西方国土 所有人生到那边 那个包装都一样 大眼睛大鼻子没有一个不一样 你看我看 里面有个人知道你是谁 那我这样讲也是开玩笑 那个地方不是看人 看人是谁的 你站在决心看一切都清楚 是种种德 是种种性 是种种名 是种种作用 怎么看不清楚 他不是讲那个 所以讲得到能够度视之道 那讲的是什么万类 随意自在 万类是什么意思 形色差别 万类 这叫万物 那你不是说有形色不同 不生佛国吗 不起证据吗 你要是不能包容万类 那才叫什么 那心中一定有对待差别 你能够随意自在于万类的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于万类之中 那我心中从来什么 不异于万类 不异就是同 那是讲的智慧 那是讲的心性 所以这句话马上就给你讲 他就万类随意自在 所以你不能够把世界国土 从此一个弄成了变成什么 变成了一个模子了 一个模子这样的印了 当当当这样印 所以现在人讲净土 他就用尽现在的众生之见 讲的就是像外面布道大会 那样子 那其实他都见到过吗 他都真的如实见到过吗 像我昨天听那个法师讲 阿弥陀那个 世自在王看到了法藏菩萨 他心中非常欢喜 因为他从来没有碰过 这么样的精进的一个地 所以心中很欢喜 你怎么知道 你当时在那边 多此言语 就是在那边什么 赵作 谁这样说在关系 什么叫做没有碰过 这么样的精进这样勇猛的弟子 所以世自在王非常欢喜 你发现这个法师讲话的态度 都跟那个老和尚一模一样 都完全一样 形象都很同 他只是唯一我不能讲他是假和尚 因为他不是韩门弟子 因为他现在是香港替的 因为韩馆长不在了 其他全部都是披了袈裟的韩门弟子 他叫尾座沙门 他尾座沙门 我套一句那个梅光熙也在那个 这个他这个清静庄严平等绝境 就是他们讲的这个尾经上面的 梅光熙自己讲的 前清之始 前清就是清朝什么 这个康熙啊雍正啊那个时候 那清朝宫殿都在读大经 他说因为大家都不读大经 大经就讲了这个无量寿经 都读大经 所以朝廷的上下都相安 那这个全国呢 清朝那也是盛世 国与国之间都很和平 他讲说后来因为都不读大经 所以这个事件就乱了 就好像到了清末就乱了 那夏林区那本经是什么时候 是清末嘛 明初明初是什么 世界大乱的时候嘛 所以他那本清出来的时候 就不是那个无量寿经 前清读的是康森凯的 所以全世界显安大安 他那本经出来的时候 就世界大乱的时候 军阀彼此相争 那外国八国联军 一直不断清零中国 伤害众生当下 那他那本经能够问世是在哪里 是在北京 对啊 就是日本伪政权底下的佛教同院会 他跟谁呢 跟王一堂一起 就大汉奸王一堂一起 在从事这个同院会 所以那个时候这本经 就是沦为日本清华的统战工具出来的 那就表示读这本经就用套 没关系讲读这本经的时候 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 这本经就叫做邪书嘛 他就不是正经嘛 他不能叫经这本书 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邪书 而且那个时候他在做同院会时 他的同僚王一堂 那个叫做王总长内政部总长 他在北京那天我还拿出了那个相片 给那个时候在台南给大家举事看 王一堂杀抗日分子是怎么杀的 他灭村灭庄耶 照片都有 那么满地的死尸啊 等到抗日抗战结束以后 把那个村庄那个地打开了 一面都是活埋的那个尸体啊 是王一堂干的 他一次杀死上千人 上万人都不知道几百几千次啊 你夏连居在那里跟他做同僚 你没有跟 你没有在当时 你没有跟他说不可以这样做吗 对吧 虽然有人说夏连居在最后的时候写过什么 他们的同院会里面 有的人好像比较亲于日本人 所以他写过一个诗 讲说什么他的同僚 没有什么中华民族的儿女的魂魄 但这个诗你仔细看看 他在什么时候写出来的 他在当时在同院会时 王一堂就是日本人 还在这么赤胜的时候 这首诗是写在日本快要灭亡的时候 快要投降的时候 在当时他在接同院会的时候 王一堂这样子杀人的时候 他怎么没有骂过王一堂 他怎么没有骂过王一堂 我先不说夏连居是不是汉奸 一个人一个说他是菩萨在来的 而且进宫也说王一堂也是菩萨 杀死这么多人是菩萨 所以叫颠倒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颠倒了 就是读这本无量寿平等诀 这个伪经嘛 才会颠倒 要像前卿读的没关系讲 前卿读的那本就不会颠倒 前卿读的是康生凯的 他杀死那么多人的时候 夏连居没有出来支持过 他没有讲过一句话 那王一堂到日本去 到日本到东莹去写了很多的诗 因为王一堂也叫国学大师 写了很多的诗 赞叹天王那一副啊 就是天王就是他老子 就是他父亲 就是他的祖宗 那夏连居也没讲过一句不对的话 那先不讲他是不是汉奸 这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 这菩萨界叫不能通国使命 何况做国贼 同样会里面做了很多的法会 都是帮日本前线战死的将士在超渡的 所以下面当然安排了一些 史上的一些平民百姓的名字 中华就是中国人的名字 但是真正去主持超渡的 都是他们的日本军阀什么大佐 什么一些大官去的 那这些大官去的 当然最大的排位 一定是他日本天皇的军队的名字 那还不是汉奸吗 那还不叫做做国贼吗 这个国贼价的东西 在带了一群 根本寒门弟子穿的袈裟的 在这边讲净土金 还跟你讲夏连居跟王一堂 是大菩萨再来的 他讲的净土金怎么会是真的 所以他就是什么 他处处就在败坏 所以最后讲到阿弥陀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基督耶稣 棒佛 然后破坏佛法 或者编列这个篡改经典棒法 然后让寒门弟子能够收一切弟子 然后穿戴袈裟 穿我佛服来 所制的袈裟棒身 这个人从来不说他师父是谁 佛法身都棒 就是现在这些人讲到这些净土 讲到净土就变成什么 就是阿弥陀佛 他会用他慈悲 他就会现 你不会怀疑的现象来 阿弥陀佛就真的是这样子 像现在人讲天方夜谭这种慈悲 那为什么要等到我闭眼睛才见 你现在就能来 我死也是身体死 我将来见你也是心里见 现在身体不死 我能看到的还是心 佛道理上都懂 那为什么 一定要我身体看的时候 身体歇了心才能见 那我身体在的时候还是心 我却不能见 这是要的打着净土 我身体看的 这是要的 我身体看的 这就是到我身体的 老大 他肯定在这са 是人生有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